今天我們要吃可能是 瀋陽最珍重的韓式豬蹄 享受大口吃肉的快樂 不過在這之前 我們先逛一逛西塔特色風情街 吃吃韓式小吃吧 走 一走進來呢 其實就像進入一個 韓式的小市集 都是賣泡菜啊 拌菜啊 各種醬啊 還有各種韓式的小吃 來我們繼續走走走逛逛 真空冷漾包庸到家 後台準備好 直接給我上 這怎麼賣啊 15一瓶 這個都是自己釀的嗎 對 有沒有小瓶一點的買 有有有 最小是多少 最小這個幾萬錢 啊好好好 來還沒開始逛 先試喝點米酒 呵呵太差了 田中大林尾村的小米酒 還蠻好喝的 買一瓶 好謝謝 那雖然我不喝酒啊 但是看到小米酒還是蠻想買的 不過老實說啊 大部分我們看到的韓式小吃啊 都是從要不日本 要不中國穿過去的 然後米腸呢 倒是他們比較特色的小吃 算是歷史悠久的 我們就試一下 老闆你們這個怎麼買啊 14一瓶 這個是豬腸 混贓豬血還有米對不對 對 小瓶姐這我的一家是我的米 啊我可以買一點嗎 這一小塊 這七塊五的 欸好好好 我先拿一下 來 謝謝謝謝 來米腸旁邊在做蝦餅 順了一片免費的 吃看看啊 很蓬鬆很酥脆 淡淡的蝦跟那個麵混起來的味道 可以啊 然後走在路上 有好多好多小店自己在研磨辣椒 從這個大的辣椒碎 研磨到那個細粉 煙菜啊 拌料啊 炒菜啊什麼都需要 但是其實大家是五六百年前才傳到朝鮮的 所以最傳統的宮廷料理啊 是很少用辣椒的 不過辣椒誰不愛啊 你知道嗎 我們繼續走走 然後朝鮮族這個稱呼呢 一開始指朝鮮半島的人民 但是朝鮮半島人民 稱自己為大漢民族 漸漸的演變為朝鮮族呢 是指中國的朝鮮族 這過去幾百年來 從朝鮮半島 入歸到中國的人民 所以我們看到了朝鮮小吃 其實就是韓式小吃 來我們去路邊找個地方 吃看看剛剛買的血腸或是米腸吧 它這個是豬腸 然後豬血拌了糯米灌到腸裡面的 但是最早的記載是吃狗腸 因為狗血做的 羊腸 牛腸 豬腸 狗腸 各種動物都曾經被拿來做過血腸 來我們吃一口啊 挺好吃的耶 外面微脆裡面米粒的彈性還在 還有那個豬血糯糯的感覺 就是會有一股微微的那個血的回味 不喜歡吃豬血的 就是聖典 聖吃 那我們現在去吃個魚餅 雖然也是近代才有的東西 喔 還蠻多的 多錢老闆 十塊錢 薑菜 謝謝 來這小桌子坐下來吃我這個魚餅 然後其實我逛了一圈啊 只有這家寫著釜山魚餅 為什麼要找釜山呢 因為魚餅是日本殖民韓國的時候 從日本傳到韓國的 那他們那時候在釜山 蓋了好幾個魚餅工廠 從釜山再擴散到其他地方的 所以要找啊 找個釜山魚餅吃吃 來我們吃看看啊 蠻有嚼勁的耶 湯肥鮮 就是有點鹹 然後鹹中帶個辣 還不錯耶 這個魚餅 可以啊 好吃 吃看蘿蔔啊 其實跟關東煮很像 蠻脆甜的 沒有什麼精 吸收那個苦湯的湯汁 也不錯 我們每天啊 不管誰來 我們都是一樣的東西 四種以上海鮮 四種以上海鮮 都是有品質的 是吧 可以已經煎吃半年多了 啊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拜拜 路邊還有草瓜子呢 對啊 看什麼 他家瓜子老了回頭客了 是吧 好吃的啊 大哥拜拜 拜拜 拜拜 剛剛要走的時候啊 那個旁邊 草瓜子的東北大哥 小火你來幫我拍一下吧 我繼續拍了一下 感覺炒的確實還挺香的 東北大哥也是 射牛 來我們現在再去吃個紫菜包飯 差不多該去吃豬體了 再吃下去真的吃不了了 他門口貼著有愛心紫菜包飯呢 我覺得還是要點讚 這個就是在包是吧 我拍一下大姐包好嗎 好 謝謝 大姐 來買了個金槍魚紫菜包飯 我會在店門口直接來吃了 這個也是日本殖民韓國的時候啊 把它帶到韓國的 在韓國他們包的料跟日本不一樣 造成這個風味也不一樣 都很有特色的啊 我們來吃一口看看啊 新鮮的就是好吃 它紫菜沒有那麼脆 滿香的 裡面那個飯帶點醋香味的甜 料很豐富啊 各種口感層次在裡面 最後那個金槍魚 給你一點那種海鮮的滿足感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喜歡吃金槍魚的 可以來試試 再一個 一次兩個 一次兩個 來 其實在西塔 豬蹄有好多家 那我就找了個最偏的 最偏還能活下去 那應該味道不錯 走 去看看 點個點瓶送的雙人餐 可能是拍那個切片的時候拍的 這也可以拍 這很好 這個蒜醬本來是 你比如說點一半蒜一半棉 我就交在這上門 好好好 謝謝 海帶湯 好 謝謝 138點了這麼一大桌 光是這個小份的豬體啊 就妥妥至少夠兩個人吃了 然後還有一個蕎麥麵 包肉的菜 海帶湯 然後還有好多的小菜 真的是很豐富 擺了滿滿的一大桌 我們從小菜開始吃 那這些小菜呢 又叫飯傳 據說是五世紀的時候 賭信佛教禁止殺生 所以催生出來這些小菜文化 它這邊有四個小菜 那其實有時候韓國餐廳 多到時候會給你八個十個小菜 然後都是免費續的 我們就先從這些小菜開始吧 這種鐵罐子鐵碗也是韓餐標配 我猜想應該是韓戰的時候 留下來的習慣 對啊 很清脆 我有點香油 我有點醋煙的 不錯 泡菜 泡菜呢其實就是以前朝鮮半島 冬天很冷嘛 那為了要保存蔬菜 就把它醃漬起來 吃看看吧 這個如何 嗯 滿水嫩的 入口 先是甜 甜甜的甜麵醬 拌上了很多辣椒 微微的刺激你的舌尖 搭配起來挺好吃的 海帶 酸甜淡淡的醋香 配上海帶那個海的鮮味 可以 來加一個土豆 感覺還配一些 應該是像酸菜 鹹菜之類的東西 嗯 這也蠻好吃的 再一點Q彈的感覺 然後又有點粉粉糯糯的 鹹鹹的鹹菜 配上的味道 剛好 我們現在直奔主題 先吃個豬蹄吧 它上面是蹄旁 然後下面是豬腳 來 我們現在來吃看看啊 單吃一塊肉開始啊 香Q彈 軟糯 但是你可以吃到那個肉的彈性 跟你微微的對抗 主要的味道是外面捏成熏滷的皮 淡淡的鹹香味 完全沒有什麼豬的新臭味 那豬蹄一開始啊 應該是從中國啊 傳到朝鮮半島去的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顯示的豬蹄 據說是1960年的時候 他們發明出來這個口味的 又剛好碰到這個南韓的政府 大力推展吃豬肉 哇 紅片韓國大街小巷 現在來到首爾還有這個豬蹄一條街呢 來 我們先來 蘸看看這個蒜香醬 嗯 甜的蒜香醬 多一個酸味 蠻不錯 我們來吃看看它這個豬腳吧 嗯 滿滿的膠質啊 好吃 外面滷了那一層 真的很香 可以 我們現在終於要來吃這個豬蹄真正的吃法了 基本上拿生菜把蹄蹄包起來 剛剛老闆也來示範了 然後折起來吃 來 一口 嗯 香 好豐富的層次口感啊 蹄蹄蹄香Q彈 葉菜清脆 然後再加上蒜片啊辣椒啊 哇 好豐富的滋味 倒是 那個餐的蝦醬 好鹹 大家這樣要小心一點 來 我們下一個吃看看紫蘇吧 其實我最喜歡用紫蘇包菜 但是紫蘇比較貴 所以通常給的比較少 包了三大片肉 這看起來就不可能不好吃嘛 一口 嗯 香迷糊了 除了肉香醬香以外 紫蘇的獨特香氣啊 就是包覆了整個體驗 完全融為一體 那個香氣 喔 抽腦們 讚 讚 來 吃了幾口豬蹄 感覺需要吃個蕎麥冷麵 來解解膩了 來 我們從這個土豆絲吃看看 一口 嗯 其實就是薯條的概念 加點口感 不錯 蕎麥冷麵 一口 嗯 挺好吃的耶 然後麵條就是滑溜Q彈 酸甜的醬汁以外 他還混的那個大醬 很豐富 嗯 解膩 確實解膩 他上來配了一個土豆泥 吃看看 綿密香甜 就是你可以吃出來 那個土豆泥裡面 放了不少Mayonnaise 就有點罪惡 熱量爆表 紫菜湯一口 挺鮮的 裡面有肉還有滿滿的紫菜 很實在 不錯 掰掰 謝謝 好吃 掰掰 來 吃完豬蹄了 也逛了西打街 大家最喜歡哪個小吃呢 我最喜歡後面的豬蹄 確實不錯 就這樣啦 掰掰